用零碎的时间带你品味一部精彩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男孩捡到一个报废机器人 把他修好后 发现他不仅可以隐身 战斗力还十分惊人的故事 我的机器人朋友 男孩小明有一个在实验室上班的父亲 一日,父亲临时接到电话 需要回办公室处理一些紧急情况 因为不能就这样扔下小明 父亲便带着他一同去了公司 看着父亲干活 小明有些无聊 便背着自己大大的书包 在公司大楼里四处参观 就在这时 他发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 将一个神秘物体推进了一个房间 好奇性冒棚的小明 趁着无人知识便偷偷溜了进去 在一个移动的小车上 小明发现了一个 即将做报废处理的机器人阿里 看着机器人虽然已经坏掉 但外表看起来还是很酷炫的 小明有些心疼 不忍心这么好的机器人被报废 所以他小小的犹豫了一下 决定将他装进了自己的包里 此时父亲的工作也已经收尾 小明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完成工作的父亲 一同回到了家里 刚到家 小明就将装着阿里的背包 放在了厨房的台面上 然后打开微波炉 想着热点宵夜吃 就在小明回头到冰箱里 翻找其他食物之时 微波炉运转时的能量 竟进入了阿里的身体里 是的没错 其实阿里并没有坏掉 只是进入了深度睡眠模式 小明意外的操作 竟然将它重新充满了电 深夜时 小明在出睡 阿里却在重新启动 听到动静 小明瞎醒了过来 看到互相都没有威胁后 两人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 原来 这个先进的机器人失忆了 他不记得 创造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可他又必须找到这个人 因为只有找到创造者 自己的生命 才能得以延续 否则 他就会在一个多星期后 电量耗尽而亡 小明听了阿里的话 当下就决定 要帮他一起寻找 创造阿里的人 就这样 小明和阿里成了朋友 白天去上学 小明也会将阿里藏在书包里 带去上学 学校里有两个小混混 想欺负小明 阿里马上就变一身起来 然后吓跑了小混混们 另一面 实验室也发现了阿里失踪的事 反派头目立即想到 阿里的失踪一定是因为他已经苏醒了 想到当初 他们想尽了办法 也没能唤醒他 将他变成战斗机器 反派头目既生气又兴奋 为了找回这个强有力的武器 反派头目亲自找了 武力之爆表的雇佣兵 然后又按照阿里身上的定位系统 找到了小明的家里 眼见着反派头目 就要带人将阿里捉回 眼睛手快的小明 立即和朋友带着阿里 从窗户逃了出去 盗嘴的鸭子就要飞了 反派头目生气的 赶紧带着人追了上去 一些人就这样在大街上 上演了速度与激情 反派越追越近 危险即将来到他们身边 这时 阿里突然觉醒 直接来了个大招 让小明的车子飞上了天空 反派头目没见过这么溜的操作 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让小明与阿里有了逃走的机会 然而 就在他们逃到了一片草坪 正准备休息一下 也研究一下阿里的记忆之事 阿里突然脸色一变 变得不受控了 他疯狂地向小明和他的朋友开枪 千军一发之际 小明用真正的友情 换回了善良的阿里 经此一试 小明意识到 反派头目有远程操控阿里的能力 为了大家的安全 也为了阿里不被抓回去 他必须加快脚步 找到创造者 小明又一次研究了 阿里仅有的记忆 终于在记忆里发现了关键信息 一行人立即赶到 创造者可能在的地方 与之会灭 在这里 他们真的遇到了创造阿里的人 小明向创造者简单说明了一下 他们的遭遇 还将阿里快没电的事情告诉了他 创造者告诉小明 有一个办法 能够为让阿里拥有充足的电量 于是 一行人又匆匆忙忙地 赶往小明哥哥正在打工的餐厅 原来为阿里充电的方法 就是利用店内的电器 外加一些简易的操作 一切准备就续后 眼见着接通了电流的阿里 就要重新恢复活力 坏人们却追了过来 阿里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小明与创造者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小明的父亲 因为找不到儿子赶了过来 想到父亲能够轻松进入实验室 几个人又在父亲的带领之下 又追了上去 进入实验室后 一些人开始分头行动 小明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 发现了被坏人禁锢住的阿里 与之一同在房间内的 还有坏人头目 以及其他长得一样的机器人 此时的坏人头目 正打算为机器人传输 有关于战争的数据 眼见着就要到最关键的一步 小明一个箭步冲上去 想要制止 争执之中 坏人头目不小心按下了启动键 一个被传输了数据的机器人 瞬间变成了战斗机 举起枪并向所有人扫兽过去 屋子中间被战斗机器人 炸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小明躲闪不及 差一点掉进洞里 关键时刻 还是阿里挣脱了束缚 救下了他 并与他合为一体 最后 小明与阿里以完美的默契 成功打扮了战斗机器人 救下了大家 仅此一意 坏人头目一败涂地 也再无 兴风作浪的能力 而小明呢 则是多了一个 拥有多项技能的好朋友 嗯 看完故事只想说 如果以后走在街上 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一定要捡回家啊 说不定 你就能拥有一段神奇的经历 还能多一个 拥有超能力的朋友了呢 好了 故事也到此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吴点个关注再走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